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台北股市的焦点还是这一档 今天最后还是给它涨平 叫国巨 很厉害 国巨 你也不知道它涨到哪里 今天硬生生的最后还是让它涨一半的 刚好一千块整 台北股市要一千块的股票 我在股市整个大概三十几年来 没有几档 那一千块通常有是某些股票的最高点 当然多一点 明天一开完再涨一下有了 那现在因为你只要到一千就有人喊一千二 一千五 来到一千五就有人喊两千 来到两千就有人喊三千 那大力光笔就是这样子 它赚什么样也没有办法跟大力光笔 那这种东西就是你让缺货的 会有很多人做啊 将来就有很多人会做被动元件啊 春田也可能把它之前关闭了 再打开来继续做啊 股票一千块是很了不起 但是是不是就是永远的 股票永远不会跌 我也很怀疑 今天这个也长得蛮一样啊 到后来华星科 刚好 无巧不成书了 本来认为说这一次 认为1605的华星会被纳入MSCI 结果华星没有吧 是华星科 华星科 那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是这样来看待的话呢 那大家 像今天台北股市跌了 最后跌了七十几点 为什么 因为今天MS价把我们台湾的权重都降 降平了 降平了 因为这个韩国也降 那么台湾也降 那日本也降了一些 这些降了就拿去补这个大陆的了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这个格局的话呢 那投资朋友我们应该要怎么来研判 那怎么研判 我想这个时候才 我觉得股票上现在才是关键点 你要如果研判说这个行情 是合理的 那什么股票 你难道还要再追被动元件吗 我不是说不能啦 我最近一直跟大家讲说 像这个合金 合金5483的中美金 我说实在 没有错 昨天是涨停板 今天几乎都吐回去 那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盛高啊 全世界第一大厂 信乐化学盛高 股价都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就是没有过高嘛 是还在回档了一成到两成之间 台北股市的这个超过这么多 令人不深感到怀疑 当然你是说今天有些股票还是继续再拉嘛 加金嘛 继续再拉 继续再拉嘛 可是有些股票真的是不太对劲 那我认为接下来的 你台北股市真的要能够搭上520的行情的话 那你还是要 第一个要有生计股 要有生计股 第二个呢 风垫 风垫 也是有机会的 那第三个呢 我觉得平盖股才是台北股市的真正命脉 你现在再接下来 你看今天跌了77点 本来又很接近 这11000点又隔出一点小距离来了 那你唯一的机会呢 就是平盖股 我认为平盖股才是最重要的 台北股市有一些平盖股都还没动到的 今天啊 6153的加联益 当然 我还是拉上来了 但是另一档 软板的 这个基本面好过加联益 甚至百倍的 加联益的股票有六十几块 六十一块 外资一直在买加联益嘛 那你今天看看外资会不会买这一档股票 叫做新阳科 因为外资昨天才开始买新阳科 那今天这个样子 外资会不会买新阳科呢 那新阳科的基本面好过加联益 新阳科的某公司 在日本叫有责 有责 有责这一档股票快要创新高了 但新阳科还没有 新阳科 新高在这边啊 这至少要两成多的空间 所以呢 这一档股票好过 好过这个加联益的基本面好过千百倍 倍 好过百倍 应该有百倍啦 因为加联益才 去年 去年算一毛还是三毛而已 去年算一块多嘛 一块三嘛 那如果是这样啊 这个 然后呢 如果 如果以这样的架构来看看 这个三一四四的 这个 新阳科 我觉得机会还蛮大的 曹中美你要注意 他如果涨上来也说很快 你可以 那我们是以短线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曹中美是不是应该在这时候 稍微想一下 还有呢 我也认为六二三七的这种的 智慧音箱 绝对是好股票 讲过整理 现在在这最后打理 我觉得现在不应该是在被动元件跟细晶元 我觉得现在应该在另外的股票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观念一直放在细晶元跟被动元 因为它要涨完的时候 尤其细晶元你看那个肾高啊 性悦化学股价根本不怎么样 可是有一个东西啊 叫做苹果 苹果的股价一直在写历史的高点 那为什么我们的苹概股不动呢 那你来一万一千点 总不能老是靠被动元件这个吧 所以我倒是觉得 你绑了应该要稍微 开始留意 这个生技股 生技股 开始留意 风力发电 开始留意 你这回档过了啊 3708今天直接涨停 今天涨停啊 上尾投控今天涨停 3708直接涨停 那这个也回答了很多了 你像2208 这标准的又是潜 潜水艇 做潜水艇的 又是 又是风力发电的 我觉得这一类的股票 大家已经可以开始 来布这些局了 可以开始来布这个局了 可以开始来布这个局了 我就在学说 这个时间点 可能我们在投资产 在选股的策略上呢 不应该再去追那一些 那一些 那些 你心里就觉得他 你自己都会觉得 长得没什么道理的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 反而大家能够静下心来 就好像我说的 苹果没有涨到 苹果创了历史高点 台北的苹概股没有动到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点匪夷所思 我觉得这也有点匪夷所思 我觉得这个时候 大家真的要静下心来 你看 这个就好像 我之前跟大家讲 6150的 的汉逊 刚刚今天也曾经掌听反过 你看 他在这个过程上 基本面非常好 非常好 可是他结束的时候呢 几乎是打回原型 3406 郁金光 也是这样 很好 最后呢 不止打回原型 打回这边的原型 股价终有这样的时候 当做郁金光在拉的时候 6209这个金国光 都赔了一屁股的钱 股票 也跟人家拉成这样子 后来都已经回到这里了 腰斩再腰斩了 所以我说要一样啊 2478叫什么 叫大义 叫大义 才赚0.7毛钱而已 你一毛钱都没有啊 而且去年还比前年衰退 赚不到一毛钱 然后去年比前年衰退 你看这个股价也给人家拉成这样子 国具能够好我可以相信 那不是每一党都好 如果连这个都这样子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应该要 开始想一想 万一国具撑不住了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 这个阶段好好思考的 我认为凭概股 才是你这个阶段 你要准备的好股票 时间的关系 我们要跟大家 最后还是跟大家讲 我们有一个迎天下理财 的一个网络 是直播的 在中午的11点半到12点之间 有一个迎天下理财网 你到YouTube打迎天下理财 甚至你可以透过你的脸书 直接加入我们迎天下理财 你甚至可以 因为你透过脸书 你可以打继续才知道我们 我们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盘中即时的11点半到12点 迎天下 输赢的迎 迎天下理财 你要多一个理财 不然你不会看到范冰冰的 我们的节目 迎天下理财网 理财资讯网 注意我跟大家讲这个 稍微留意一下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 迎天下理财网的 里面的脸书 用你的脸书来加入我们 或者直接加入我们 台股新攻略的line 小老鼠YS528 YS528 台股新攻略 祝福你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已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卖相衡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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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已好